50岁了 然后先生跟他同年 还是会有性生活偏干 刺激因地会痛 那甚至他的痛是比破除还要痛 完全不舒服 也用了助性商品跟润滑剂 但是因为先生在前夕不擅长 但是他已经有进步了 那请问博士可刺激因地的润滑油 协助前夕时兴奋的吗 因为我知道前夕未兴奋作爱 其实很无干 这是真的 第一个我要讲的这个呢 是阴部老化的问题 阴部就是整个下私密处老化 那阴部的老化是什么时候 开始会变得最明显呢 就是在更年期之后 会更明显一点 更年期就是卵巢萎缩 那讲简单你就是开始 就是没有月经了嘛 跟年期到了 荷尔蒙的改变会导致我们女生的阴部 有一些不同 下面的头发也会变白 也会变少 所以如果你发现 怎么头发变少了 阴毛变少了 那就是老化的现象 变白了也是 我是不建议去染法啦 你可以染头毛 阴毛应该不需要染吧 我是不建议啦 也不要自己随便乱染好吗 第二个就是外阴萎缩 外阴部那就包含了阴地 所以的确阴地是会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而萎缩 就变得比较不明显 那第一个阴地比较不明显的话 那就会变成比较不容易有感觉 那还有阴道 这外阴嘛 还有阴道变干啊 变得比较没有弹性啊 阴道壁变得比较薄 那还有洞口也会变得比较色 所以在性行为的时候 就会变得比较不舒服 那再来另外一个 跟性可能也有关系的是 除了外阴部的老化之外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 都不运动 所以肌肉肌力会弱化 那肌力弱化不要忘记了 我们这边骨盆底肌是很大块 一个很大部分的肌肉 当那边的肌力弱化的时候 也会影响到你的性的感受 还有性欲 还有高潮的感受 这些都是会影响的哦 所以要怎么样改善呢 第一个 更年期之后 本来就有 就是进入另外一段 更年期的生活状态 那其实最好的保养 就是做爱 这是真的 更年期之后 做爱 你一直维持你的身体的荷尔蒙的变化 那你会发现 就是比较不会老 但是当然这边问题就讲到说 因为就是这样不舒服啊 不想做爱嘛 那当然如果 你的肝涩状况是很严重的话 这个可以去询问医师 看医师有没有一些办法 因为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去建议你们用药物 我是 我不太想走这条路线 但是如果你们去问医生的话 看医生要不要开 那再就有一些食物啊 含一些大洞一黄桶的食物 比如说豆浆啊 这些也可以多吃 会有着保健食品 那其实红马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但是它要吃得很长期 你们吃慢慢的会感受到 因为它会调节你的荷尔蒙啊 你的性欲啊 很多啦 这样讲不完 好 所以要怎么样改变 第一个 你可以先试着 一样是用润滑剂 然后第二个就是 先生的前戏 他已经有进步了 所以给他拍拍手 第二个 我非常非常非常鼓励 不管你是 你是哪一个年纪的女生 男生也是要听着 女孩子 生理女的阴地 其实与其你用手在触碰 因为女生那个阴地 就类似男生的龟头 是也是需要有那个振动的嘛 那你看男生有时候这样 真真真真 啊 手酸了 抽筋了 不能了 停好 你再停 那女生的感觉又掉下来 所以真的最好的办法 就是去买一个vibrator 那个振动的 那叫什么 振动 跳弹 之类的东西 或者是一个玩具 你用润滑液 就是 这假设是外音布 用润滑液一样 不需要太 不一定要很多 你就是涂在你的外音上面 或是你涂在你的玩具上面都好 第一个一定要干净 然后呢 再来就是 把你的玩具 你就可以直接放在上面 它其实整台在震动的时候 因为它那个震动 它那个玩具是有弧形的 那其实它整台在震动的时候 你的整个外音布都会跟着震动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闭上眼睛 去感受 你下面就是私密处那边传达上来的感觉 不要害羞 你可以关灯啊 可以干嘛 那当你在外音受到刺激 感受到兴奋的时候 我们那个八式腺体就会自动会分泌 润滑的那个液体出来 那当然当你继续刺激 继续刺激 因为震动的不会停嘛 记得要先充饱电 震动的不会停嘛 它就会刺激到你兴奋为止 所以你是可以刺激到你高潮 这个是你有没有感受过你这个身体 可以为你带来的快乐 那自己用玩具呢 自卫它更让我们掌控了我的快乐 就是我的高潮不是取决于他的手指 不是取决于他今天有没有空 不是取决于他心情好不好 而是取决于我自己 我只要愿意 我闭上眼睛不闭也可以 看那一片随便 手用干净 玩具也保持干净 涂上润滑液 你就放在你的外音部上面 这个真的很难教 但是你放上去 你自然而然会有感觉的 当你做了一次 你就会知道要怎么样移动了 真的